像你这样的人才啊 你一定要花重金挽留 怎么能留下社会呢 这不是给我们博元 增添竞争对手吗 后悔了吧 用理事红尘了别天下而去 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幼稚女士 《海上繁华》是由肥沃诗纯的小说改编而来 由斗晓 李沁 张鱼龙主演 虽然肥沃诗纯的小说我没怎么看过 但是由他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看过不少 这部剧给我最大的惊喜 居然是张鱼龙事宜的男二号 一击不到 我就被邵正文医生缺分了 邵医生真的是人间理想 张鱼龙笑起来的样子太好看了 眉眼弯弯的 眼神里满满的权势功力 简直输到爆 尤其是用手帮小叔户头那里 我人直接没了 怎么会有这么温柔深情的男孩子 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 在定右锦的时候就下线了 然而接替他的却是文小事宜的来月中 在日久相复 他们的感情也在急速熟耳 在梅雨中出狱后重任寻院 最后写着个小叔 多天 每天 高调举办婚礼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就抓紧 要再关注他 我们下期再见